我是Katy 我在Ember做了九年 我是分區主管 我在Ember之前 我在做美容院 從學徒開始做到美容師 後來去了一間比較大型的美容院 做了三個月 之後就沒有做了 原因是 我只是上班 只是坐著 沒甚麼工作 只是上班、下班 其實沒甚麼意義 當時還年輕 覺得很浪費時間 《機緣巧合》就認識了老闆 後來加入了Ember這間公司 因為我是第一個員工 所以我就是天使第一號 在這九年裏 我最深刻的就是 很多的都有 我記得剛開始 進來Ember的時候 我不小心跌倒 頂倒了腰 其實那段時間 都休養了很長時間 但當中老闆他們都對我很好 沒有給壓力 亦都給了一個位置 令到我可以休養到我的身體 我一開始就會去做一個前台的工作 然後慢慢應付到的時候 就接回美容師的工作 還有我自己很有深刻的印象 是我剛開始做護膚專家的時候 因為做護膚專家的時候 我一開始只是對客人而已 一開始只是做護膚專家 用手去做 然後後來開始要接觸 去見客 去跟他們談談 其實這個位置 我是非常之大壓力的 大公司是非常之很好 它完全是沒有給壓力 是叫我 你放心去做 叫我不要在數字上 叫我去用心做客 你對客人好就可以了 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我學習了很多 亦都在我的舒適圈跳出來 去嘗試不同的東西 原來跳出去的時候 你看的東西會更加大 還有你得著會更加大 因為一開始我是完全不說話 很沒有自信的人 可能上台說話 我也是不敢說話 不敢開咪 亦都會無緣無故哭 很怕別人專注我 很怕別人看著我的焦點 在這個過程中 學習了很多 亦都成長了很多 由我一開始那麼害怕人 去到慢慢做培訓 開始把我認識我學到的東西 去教我身邊的人 其實這個得著是很大 還有對我自己 還有對我家裡 都很大的幫助 現在做培訓導師 跟之前做美容師的崗位 很不同 因為以前做美容師的角色 主要都是下手的 主要都是對客人為主 跟著現在去到培訓 就會做很多文件上的東西 還有做培訓的時候 其實會對很多同事 也都會兼顧著他們的想法 或者可能他們不懂的東西 我要用甚麼方法去幫助他們 可能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特性 特質 可能用A的方法 我不行 我就會去鑽研 用B的方法去教他們 在這方面 我是有不同的 因為以前我們很死板 只是A就A 不會想B、C、D 現在就會想很多不同的方法 如何令同事更加進步 或者當中自己也提升了很多 我在Amber是第一個員工 亦都做了九年 我在Amber堅持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平台 是令到我可以更加進步 更加有不同 大家好像一個大家庭 互相包容大家 去扶持著大家 囉